认识了课文中的生字,还积累了一些短语,你们还记得吗? 请同学们来读一读。 同学们,你们读得真好。 用上了这些短语,文章的内容显得更加生动、具体。 这节课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课文,深入学习。 请同学们自由地朗读课文,边读边想。 小毛虫在成长的过程中经历了哪些变化? 可以试着用笔圈画出关键的词语或句子。 开始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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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我们来交流一下 小毛虫在成长的过程中都经历了哪些变化呢? 哦,小毛虫 简 蝴蝶 你们是从哪些词语或者句子中了解到的呢? 看 一条小毛虫 小毛虫 它,一条小小的毛虫 眼前最要紧的是学会抽丝纺织 为自己编织一间牢固的茧屋 它灵巧地从茧子里挣脱出来 惊奇地发现自己身上伸出了一对轻盈的翅膀 上面布满色彩斑斓的花纹 同学们,你们真是善于读书 除了可以从文中找到小毛虫成长的变化 课文中的插图也能帮助我们了解小毛虫的变化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第一幅插图里有小毛虫 小蜜蜂 小蚂蚁 小瓢虫 第二幅插图 树枝上有一个茧屋 第三幅插图呢 空中有一只翩翩飞舞的蝴蝶 请同学们想一想 课文拿起个自然段描写了插图的内容呢 大家再快速地读一读课文 试着用一句话来说一说吧 开始 感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同学们你们都想好了吗 我们来听听同学的思考 课文第一自然段描写的是第一幅图 小毛虫趴在叶片上 探头探脑 好奇的打量着周围的一切 蚂蚁 瓢虫 蜜蜂 这些昆虫 开心的唱跳 欢快飞舞 第四自然段描写的是第二幅图 小毛虫织成了茧屋 把自己裹进去了 第七自然段描写的是第三幅图 小毛虫变成了美丽的蝴蝶 正在翩翩起舞 这几位同学呀 都找对了 借助课文插图 结合课文内容 我们清楚地了解到 小毛虫在成长的过程中 经历的三个阶段 分别是 小毛虫 茧 蝴蝶 让我们首先去了解一下 小毛虫第一阶段的生活 这究竟是一只怎样的小毛虫呢 请同学们默读课文的 一二两个自然段 根据课文内容来说一说 开始吧 小毛虫 同学们 你们都读好了吗 你们觉得这是一只怎样的小毛虫 哦 这是一只可怜的小毛虫 从课文的哪些地方 可以看出这是一只可怜的小毛虫呢 请同学们拿出笔 宣化出相关的词句 我们再来交流 有同学分享的是这个句子 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想法 我觉得小毛虫 我们一起来试试 只有他 这个可怜的小毛虫 既不会唱 也不会跑 更不会飞 小毛虫身边的昆虫 和他一样可怜吗 请同学们 请同学们再读一读 第一自然段 小毛虫身边的昆虫 小昆虫们的生活 小昆虫们的生活可以用什么词语来形容呢 哦 生机 勃勃 同学们找到的是不是这一句 大大大小小的昆虫 又是唱 又是跳 跑的跑 飞的飞 到处生机勃勃 结合第一幅插图 你们能想象一下 小昆虫们都在干些什么吗 是的 蚂蚁正在搬运食物 小虫 哦 在捉害虫 蜜蜂呢 对 在花丛间采花蜜 让我们一起走进昆虫们的生活 去欣赏一下吧 同学们 小昆虫们生活的场景 多有意思呀 是不是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你们愿意将小昆虫们的快乐 传递给大家吗 都愿意呀 很好 老师给大家一些朗读提示 朗读这句话的时候 速度可以稍快一些 生机勃勃这个词语 可以读得响亮一些 请同学们自己来试一试吧 开始 同学们 小猫虫的生活和其他昆虫的生活 这样一比较 显得怎么样呀 哦 是的 显得更加的可怜了 把我们的体会 把我们的体会送到句子中 再去读一读 开始 同学们 真了不起 通过找关键句 对比的学习 我们就知道了 小毛虫 十分可怜 一 二 两个自然段当中 还有体现小毛虫 可怜的地方吗 我们来听听第二位同学的汇报 我找到的是第二自然段的句子 小毛虫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挪动了一点点 当它笨拙的从一片叶子 爬到另一片叶子上时 它觉得自己仿佛周游了整个世界 这位同学找到的这段 是对小毛虫爬行动作的具体描写 你们能从文中 找出体现小毛虫爬行特点的词语吗 找找看 是的 就是笨拙 笨拙就是不聪明 不灵巧的意思 你们 再到这段文字当中 去读一读 哪些地方 能让你感受到 小毛虫爬行时的笨拙呢 都想好了吧 我们来看看 有位同学 他找到的是九牛二虎之力 这是一个成语 从字面上你们来猜一猜 可能是什么意思呢 哦 九头牛 两只老虎的力气 也就是说 力气怎么样 对 非常大 使出了全身的力气 生活当中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 请大家想一想 试着用上九牛二虎之力 来说一句话吧 开始 都说好了吗 我们来听听 两位同学的汇报 妹妹还想在游乐场玩 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把他拉回家 为了完成夜天化这个任务 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找来了各种各样的树叶 把积累的词语 运用到生活中 你们真棒 小毛虫 为了九牛二虎之力的结果 是什么呢 哦 还挪动了一点点 这么辛苦的付出 得到的回报 才是这么一点点 你们觉得 小毛虫怎么样 真的是很可怜 你们能通过朗读 表现出来吗 来 小毛虫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挪动了一点点 同学们 尽管小毛虫 挪动是那么的困难 但它依旧没有放弃 我们一起来读这句话 当它笨拙地 从一片叶子 爬到另一片叶子上时 它觉得自己 仿佛周游了整个世界 让我们一起跟随画面 去感受一下 它的坚持 就是这样一只小毛虫 它从一片树叶 爬到另一片树叶 从一根树枝 爬到另一根树枝 从一棵树 爬到另一棵树 虽然笨拙 虽然可怜 但是它历尽了艰难 却从不放弃 怎么读 才能把它爬行的艰难 却又不放弃的意思 表达出来呢 哦 可以读得慢一点 还有吗 笨拙 可以读得重一些 读就像是周游了整个世界时 应该是开心的 同学们理解的都很好 相信你们一定也能读好 一起来试一试吧 当它笨拙地从一片叶子 爬到另一片叶子上时 它觉得自己仿佛周游了整个世界 同学们 假如你就是这只小毛虫 别人开心唱跳 欢快飞舞 而你只能笨拙地挪动 嗯 是什么心情 嗯 会很难过 有可能会对自己很失望 希望自己能和其他昆虫一样 能跑 能跳 能飞 能唱 课文中的小毛 小毛虫 和你们的想法 一样吗 请同学们 轻声地朗读 第三自然段 边读 边想 小毛虫的想法 是什么 开始吧 你们找到小毛虫的想法了吗 哦 小毛虫的想法和大家的竟然不一样 尽管他既不会唱 也不会跑 更不会飞 但他并不悲观失望 也不羡慕任何人 尽管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挪动一点点 但他并不悲观失望 也不羡慕任何人 悲观失望 是什么意思 难过 伤心 对自己没有信心 并不悲观失望 也不羡慕任何人 说明小毛虫 还是对自己充满信心 对生活充满了希望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联系后面的句子 我们就能很好的体会了 小毛虫该做的是什么呢 对 抽丝纺织 编织一间牢固的茧屋 此时此刻 你觉得这是一只怎样的小毛虫 嗯 对自己有信心的小毛虫 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的小毛虫 是啊 每个人都有自己该做的事情 多么有道理的一句话呀 昆虫世界的小昆虫们 都在做着自己该做的事情 你们看 蚂蚁忙着搬运食物 蜜蜂忙着采花蜜 蜘蛛忙着解网 知了忙着歌唱 让我们一起再来读一读这段文字 感受小毛虫的那份信心吧 同学们读得真好 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生字 抽是我们这节课要写的第一个字 同学们看 踢手旁顶部比右边高 底部比右边低 由第一笔数 从填字格中心起笔 写在数中线上 抽可以组词 抽丝 抽出 伸出小手 来数空 请同学们准备好笔和本子 把抽字写三个 开始 二渐 三浏 再来 传奇 二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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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支 ニ 二支 二支 两支 再看仿、枝、鞭这三个字 仔细观察 我们可以发现它们都是脚丝旁 书写时分别有哪些要注意的地方呢? 我们先看仿字 仿字左右两边顶部齐平 方底部略低 方第二笔横、第四笔撇 要越过竖中线与脚丝旁穿插 仿可以组词、仿支、仿纱 一起来疏空吧 枝子呢? 左边顶部比右边高 枝第一笔竖写在竖中线上 第三笔横写在横中线上 竖和横相交于填字格的中心 第四笔撇要越过竖中线 穿插到脚丝旁下方 可以组词 可以组词、组织、织布 伸出小手来疏空 最后一个鞭子 左右两边顶部齐平 扇底部低 扁第四笔撇从竖中线撇向脚丝旁的下方 边可以组辞边织边写 伸出小手来书空吧 书写时同学们记住了这些要领 就能把字写好了 请大家把纺织边这三个字 每一个写三个 开始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它就将写配给专家 制不放念 狗刻 давайте 您看 沙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同学们,你们都写好了吗? 老师真喜欢看你们认真书写的样子。 课后,大家还可以把这节课学习的这些词语记一记。 生机勃勃,九牛二虎之力,笨拙,悲观失望,羡慕。 还可以把这些词语写一写。 毛虫,叶子,木光,周游,纺织,编织。 下节课,我们再学习小毛虫变化的另外两个阶段的内容。 这节课就上到这儿,再见。